回到新闻现场来看到 准总统赖清德在外交跟国安的人事布局提前曝光了 总统蔡英文在接见外宾时脱口说出 林佳龙将要接任外交部长 而吴钊燮将会接掌国安会 对此外国媒体报导表示 赖清德沿用蔡总统的国安团队 有助于取得白宫的信任 而台式新闻也独家掌握到 准政府总统赖清德跟萧美琴 一块前往外交部 为交接工作做好准备 周三下午准复总统萧美琴来到外交部 曾担任过驻美代表的她 仿佛是回娘家一般亲切 紧接着准总统赖清德后脚就到 两人一同来听业务汇报 在520政权交接期积极做好准备 毕竟外交事务是总统职权中的重中之重 外交部长吴钊燮全程陪同 外传张接任外交部长的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则是更早就抵达 时间在往回推一个小时 总统蔡英文出席犹太屠杀日纪念活动 林佳龙和吴钊燮同样陪同出席 只是两人下个阶段的位置 在前一天被蔡总统提前曝光 我们今天一起会面的我们总统府林佳龙秘书长也是我们下一任的外交部长 以及我们现任的外交部长也是未来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 总统帮赖副宣布外交国安人士吗 赖副有吓到吗 总统为微笑没有多做回应 林佳龙和吴钊燮位置调动 但基本上整体国安团队大多是原班人马 华尔街日报认为 这有助于接下来的赖政府取得美国白宫的信任 这一个人事消息的揭露 那我相信在赖清德跟蔡文总统之间一定有相当的默契 对赖清德来讲 这也是一个接诸国家稳定的重要性 而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传出将接任海基会董事长一职 发挥他所擅长的交际手腕 为两岸重要交流居中协调 赖政府在外交两岸人士布局 目前看来大致底定 记者林佳杰萧萧萧 台北报道